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在研究调查了超过2.7万名平均年龄46.9岁的美国成年人 且从2009年到2018年的周期数据后发现 升高血压类药物的使用率为14.9% 占成年高血压患者的18.5% 也就是说约5个成年高血压患者中就有一位误服用到升血压药物 研究人员还发现大多数患有高血压的美国成年人都没有达到血压控制目标 主要原因是误服了会生高血压的药物 因此导致血压不受控制 国家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还发现 最常被错误服用的升压类药物 包括抗抑郁类药、处方非类固醇消炎药、类固醇药物以及雌激素药物 如果没有服用抗高血压药的成年人 一旦服用了这类升压药物 便可能患上不受控的高血压 值得庆幸的是 许多会导致血压升高的药物都有替代药可以选择 例如家庭常用药普热吸痛 可用来代替非类固醇消炎药 而含黄体素的避孕药或肥激素避孕药 则可代替含血压升高的缺磁醇的避孕药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Project